接着来看到花莲县政府昨天在东大门夜市绿地共荣公园舞台区 盛大举行SASA日常音乐会 特别是邀请两位音乐界的重量级歌手 分别有第三十五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的吴斯艾 以及布农金曲歌王王宏恩热情的莱先生 暑假最后一天的周末 欢迎订阅明星 前初二十号晚间在东大门夜市绿色草地共荣室公园舞台 办理SASA音乐会活动 随了人潮的进驻 让音乐会活动更加热闹 有客出足下来聆听原住民创作歌曲 这次特别邀请的吴斯艾 同时也在今年荣获第三十五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 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演唱广受战域 吴斯艾擅长将传统原住民音乐元素 与现代流行音乐相融合 创作出深厚文化价值和情感表达的作品 无论是录音师的创作还是现场演出 它都能够带来强烈的音乐感染力 让观众感受到它对音乐的热情和专业 无论是录音师的音乐 布隆组金曲歌王王宏恩与其后真诚的音乐风格 和初始的演唱实力赢得广泛的战域 那音乐作品充满荣誉的布隆特色 并且巧妙地融合现代音乐元素 展现出独特的音乐魅力和丰富的情感层次 王宏恩的演出带给观众真诚而动人的音乐体验 今天8月24号 特别邀请了金曲歌王王宏恩 以及今年获得第35届金曲奖原住民与五十爱 来为撒撒热情的现场 现场非常的热络 也希望各位乡亲朋友们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办的撒撒日常音乐会 我们今年下半年9月10月11月 还有撒撒日常音乐会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9月14号 在美轮山公园有秋天曼时乐 有搭配撒撒的音乐会 下午还有南岛论坛 欢迎各位乡亲朋友们踊跃来参加 欢迎订阅坛 欢迎订阅坏 这次音乐不仅是一场私庭盛宴 让观众在聆听音乐的时候 体验花莲在地的风情 轻松享受东大门夜市美食 期盼能够与花莲相聚 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音乐庆典 享受音乐美食带来的双重愉悦 记得欢迎欢迎收到